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不干就不干 为什么要给我写节目表呢 可秀恩没有跟他计较 今天是秀恩最后一天做直播并去了FM直播间 发现今天的听众是一个憨厚的大叔 并将自己台上的礼物也随之丢进了垃圾桶 另一方面 秀恩的妹妹在家照看两个孩子 不幸的是 一个来历不明的猥琐男闯到了他家中 并捆绑了秀恩的妹妹 此时秀恩休息期间看手机有一条短信 以为是妹妹开玩笑 并打电话回去 可接电话的就是那个猥琐男 并要求按照节目表播放节目 不然就杀死妹妹 秀恩吓坏了 就立马报了警 没过多久警察就赶过去了 可都双双闺蜜 此时正在主播的秀恩听到垃圾桶的礼盒里 手机铃声响起 秀恩拿起电话 看到的是那个猥琐男视频通话说 你为什么要报警 为什么不听我的 之后并以妹妹做人质 要挟秀恩 按照自己的播放表来做节目 要求放第一个节目 因为第一个节目是秀恩早年的节目 并记不清 放错了 导致妹妹被砍掉了一个脚趾头 猥琐男再次提醒 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再放错就砍掉你妹妹的脚趾 可正在做节目时 主播男赶到了 把他们骂了一遍 并换了一首欢快的曲子 这时猥琐男发飙了 直接刺死了妹妹 秀恩因此晕了过去 请来之后秀恩要求用移动直播间 开车回家 与猥琐男谈判 另一方面 家里的两个女儿也被发现 并抓了起来 这时猥琐男已经离开了秀恩家 正在上车时 秀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抓走却无能为力 此时警察赶到 并跟秀恩讲道 此猥琐男一个精神病人 也是你的粉丝 为了上演电影里英雄的角色 不断地杀人 此时秀恩并开车追了上去 上演了一场速度激情 秀恩追到了猥琐男 双双牛腿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 胎后大叔救出了两个女儿 最后在秀恩的一枪暴斗中 故事结束 这边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 就是当你发生危险 不方便打电话时 比如编辑短信发送至12110 警察会马上来救你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